23日下午,一年一度的横渡珠江活动在广州市的中大码头举行,2000名游者齐齐下水参与横渡。 始于2006年的横渡珠江活动,对游泳爱好者来说或许是一种集体游渡的挑战,但更多的广州市民把它当作一年一度围观市场下水的机会。 城市母亲河的水质轻不轻,领导以身试水最有说服力。 政府也对此心知肚明,市民表面关注每年还游不游珠江,实际上关注的是珠江水质的问题,游渡珠江活动和珠江水质是联系在一起的。 当日下午的广州二沙岛,珠江北岸,广州市长陈建华头戴红色泳帽走向人群,刚刚横渡800多米珠江水面的他说,感觉水更清,比去年更好了。 我们共同下决心治理好珠江流域,珠江水一定能够更清。 在2008年至2010年,广州为举行亚运会进行了大规模集中治水,采用控源、捷污、清淤和补水等措施,治水取得了明显成效,基本实现不黑不臭。 但亚运热过后,市民又普遍反映珠江水质又有倒退现象,但又污染反弹。 为保障渡江期间水质,珠三角多个城市协同加强珠江沿岸重点污染源巡查,避免突发水污染事故。 活动期间,禁止无关船只在活动水域行驶,控制珠江前航道传播数量,并将短时关闭部分河涌水闸和封堵直排珠江的未捷污排污管网,保障出水水质稳定达标。 感谢观看